你现在是学理啊 现在他们就讲了说你不科学 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成分 那我们来试着要等到 这个米有什么成分 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在吃饭 那老早你就做了变成人干 吃了饿死掉了 所以你研究米有什么营养 那是营养家的事情 我种了这个可以吃 吃了就会饱 就可以维持生命 这个才最重要嘛 对不对 它营养家是营养家 所以你营养家做出来的那些餐好吃吗 你说每家医院的营养师配出来的那个饭菜好吃吗 有够难吃的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对不对 我们做的就好吃 所以你科学怎么样呢 科学治不好病 科学有什么屁用 我们不是讲排斥科学 什么都要照妖镜 血液如何 人家都已经肝硬化了 都肝昏迷了 结果他那个GOT GPT是正常的 人家都已经全身黄胆 肚子都胀得那么大 将军相信陈先生 住在台大的急诊室 我去看检验报告 啊 GOT GPT是正常的 那不是 那你怎么解释 对不对 啊 所以有一个中央大学的一个学生 物理学 他说 我们物理学里面 有一个现象 这个叫做测不准定力 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啊 反正常常都会测不准啊 那你说什么 这是最科学的啊 那个仪器都很贵啊 你比如说一台那个金 金子分析的那个活动力的仪器 就要一百多万 好 你说他的金虫不够 好 我们就想办法用正气丸 幼龟丸 什么 这个给他吃 吃了就够了 够了结果又活动力不够 他就造妖镜 那你有办法让他的金虫够吗 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办法 他有什么样没有样 什么样都没有 那我们就有啊 我们的肉从容啊 我们的八几天啊 我们的贵妇八位啊 就是正气丸啊 我们的幼龟丸啊 这个一吃他的金虫就够了 很交织的东西就一定 让他的金虫就会增加 好 金虫够了活动力不够 那怎么办 补气要给他加进去 一吃 本来活动力只有三十 结果一吃他的活动力就变成八十 金虫两千多万 给他这些药 一吃他就变成七千多万八千多万 你看看 你科学好啦 没有错啦 你科学 你有没有药可以让他增加金虫啊 没有嘛 这个 这个科学 我承认科学很好 应该科学 科学治不好病啊 这个昏迷 反冒 就变成废 废基水 废弃种 废弃种就变成废基水 就抽啊 他们只有抽 还有还能怎么样呢 抽完了以后 到他抽的时候 可能就感染 感染这个利能感菌 一感染完蛋了 就昏迷了 这个盘齁 整壶都是跟鼻涕一样 粗粗粘粘的 蜂蜜两个叶 蜂蜜就要剔切啊 蜂蜜就要切掉嘛 切掉要对一个管子 给他养 好 躺在那边 躺了两个多叶啊 发烧不会退 一下四十度 一下三十九度 那麻精干汁汤给他一吃齁 两天 眼睛就伸开来 眼睛就伸开来 大概过几天 就开始骂人了 他当然要骂嘛 我给你整死 几乎就整死掉了嘛 对不对 他很清楚 虽然他昏迷 不会讲话 但他整个处理的过程 又给我抽嘴 又给我干什么 又给我做气息 他很清楚啊 所以他一醒过来 又开始骂人 我觉得应该要骂 对不对 现在我在思考 他们让他这样昏迷不醒 是有道理的 否则的话 你醒过来再骂人啊 对不对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一直现在他们 都也都在努力了 你像和平医院 他就有中西结合 他的内科主任 我们认证宏先生 他现在就是从什么 从肝胆病来做 什么样子 透过现在的检验 然后治中药 大陆其实 他们也是这样子 他们现在的中医医院里面 他也有这边的电脑断层的设备 他也有这个睡时机的设备 他也有这个尿毒 洗腎机的设备 但是他同时也用什么 用最用这个我们传统的药 你比如说我们到广州中医学院 他有附设医院 第一附设医院 我们进去他那个熬药的房间 700罐的药患者在那里熬药 他这边现代的检查 这边用传统的治疗 我到成都中医学院去 他开发一种治疗尿毒的这个药 叫做肾康 还没有上市 还没有上市 那么根据他的研究报告 大概他的治疑率 有18%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100个当中 有18个尿毒的病人 就好了 那么但是 这个其实不值得自傲 应该是不是 百分之60% 百分之78%以上 那么才 真正说有效 那么这个百分之18 这个毕竟还是偏低的 我 我其实我手头上也处理过很多的尿毒的病人 他可以再吃药去淹 不要去洗 维持好几年 现在荣潭有一个理系 已经 我跟他处理大 大概有四年多了 没有再洗 一直就这样 这样 那你这样子 你每个礼拜要洗三次 对不对 有的洗两次 洗三次 你要排队 你要挂号 而且洗的那天很难过 越洗 他的血 血红素就越低 对不对 你没有洗之前 每个月大概输两袋血 500cc就够 你洗过来 就一个月输八袋的血 没有一个不是恶性病 好 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配合的话 那病人 病人省掉很多时间 他的药价又不贵 我们现在农中药本的话 一天分 就算一百块的话 一个月才三千多块 任何的家庭 任何的人都负担了 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样子来结合 拿现在的检验报告 来用传统的医药治疗的方法 这个 这个是工具结合 所谓的现代化 那实际上现在的药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 每年都在做这个研究 现在我们有198个国民厨房 标准厨房 因为现在我们全民健保 这个药价一定要统一 你假的药厂 你的药厂 你同样一个 刚刚蒸五汤 那么如果富质很贵 它富质可能给你用的少 如果白祖很贵 它可能白祖给你用的很少 那富林很贵 它富林给你用的很少 它别的便宜的给你用多一点 这个效果会不会一样呢 不会一样啊 那我们现在定一个标准剂量 你20家药厂 你来生产蒸五汤 全部的这个用量都是一样 这样的规格才会一样啊 那计算药价才能够计算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198个地方啊 全部都在做 那么我们要把每一位药 富质 富质里边啊 它有这个乌头碱的成分 它里面还有很多什么成分 全部都第一个成分一定要 一定要分析出来 现在研究药的它 第一个它有研究成分的专家 这个是属于药化也好啊 它是做这个物件的 它有一个是专门研究它的药理 这个药进去以后 它会有什么作用 反正是什么样一个基短 它要研究啊 它大脑啊 还是到哪个系统啊 它一定要研究 就是研究药理 所以现在有药理学博士 药化博士 你学了药化 学了药理 你不会临床 还是没有用 等于你 有一个学药理的博士 我问他 我说你吴朱鱼 吴朱鱼有毒啊 我说你吴朱鱼你用过没有啊 他没有用过啊 他没有用过啊 那没有用过 整以空谈嘛 对不对 吴朱鱼在十年前 找到有一百多种的成分 那是药化的 药化专家的这个任务 找到一百多种 结果近十几年来 又找到一百多种 现在 吴朱鱼里边 大概有三百多种成分在里面 你越找 我们就越结了老祖宗很厉害啊 那两千年前 他就懂得怎么用 你说怎么说咧 啊 他不知道里面有三百多种啊 但是我就会用 用的就很灵光 你头痛 莫名其妙找不到原因的头痛 我无注意一用他就不痛了 就这样子啊 所以 现在又有一派 就是要专门做临床的 要结合医师 来做临床 你才会 你才会懂 那个药理博士 我就问他 我说伤寒金贵 一共有多少个无助于汤 你讲的 不知道 有哪些方 用到无助于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不会用嘛 你不敢用嘛 对不对 那学来有什么用呢 他只是把他的资讯 提供给临床的医师 说他用在哪个 神经部门 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用在这个什么 伤化系统 会有什么用 用在感染系统 会有什么作用 所以我是 我是感觉到 很多 我不认识一个老先生 他很厉害 他去旅游 尤其到日本 旅游回来 日本的菜 你都知道 没有油抽的 我一天到晚都吃了 那个烏龙烏龙面 这个他回来 第一餐 吃一个大蹄膀 吃一锅 绿豆汤 吃一大锅的面 老先生 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几岁 十几岁 不好 这个对健康不好 我们 年纪越大 吃东西 一定要吃越清淡 一定要吃越清淡 所以这个还是跟 治疗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种类方面 就分补养药 跟治疗 治疗的药 其实有时候很难截然霸灯 你比如说刚刚讲的百合 你说它是补养药也可以 你说它是治疗的药也可以 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肺咳嗽 它一直咳 痰化不掉 那我们用百合去给它化痰 那个就叫做治疗了 但是你睡不着 我们用百合熬稀饭 百合稀饭 那一吃它有安定的作用 它也是所以又有补养作用 又有治疗的效果 我们的鳖甲 你经常我们在宴席的时候 它不是有那个鳖甲 这是团移的 这个鳖甲 你说它是补养也可以 尤其是更年期 五肢疏松 它会出现晚上 这个常常会有轰热的感觉 然后莫名其妙的 它就出现脸色曹红 心悸 对不对 像这种呢 我们给它盾那个鳖甲 知音啊 一吃它那个汗 会冒完 马上会冒汗冒得很厉害 它只要那个曹红的时候 它就一定冒汗 好 那我们就给它弄点鳖甲 鳖甲就一顿一吃它知音啊 一知音它就那种症状全部就改善 心悸心悸心悸 心悸好像刚刚我们讲的 佛指人山前 固带给它包起来 跟蝶甲一起进去 一吃喔 它那个心悸 因为它能够安定神经 能够安定神经的话 那你的心跳是心髓在管的 是心它在指挥的 那你这样一安定以后 它那个乱跳心悸的渐量 它就会改善 所以喔 有时候很难 划分喔 到底是补养的作用呢 还是治疗的作用 其实它很多是互动的 刚刚的熔眼 熔眼干 我们说有的人睡不着 你给它泡茶喝 一喝呢 它就会改善 以前喔 我们乡下 很多小朋友 他会夜尿 尿床啊 啊 我们那个老阿嬷 他们就会怎么样呢 用熔眼干 去炖那个糯米 糯米饭 炖熔眼糯米饭 一吃 诶 它就 那个爪油 夜尿正是痒痒 所以你平常来讲 就是补养 如果你碰到爪油 你这样弄糯米饭 我再吃 那就是治疗 对不对 很多都是有这种 互通的作用 所以补养呢 它说最主要是 滋养脚理 补益气节阴阳 保持 跟促进阴阳气节的平衡 那么 一般有温补 刚刚熔眼干 就是温补了喔 那我们的腹脂啊 干姜啊 蒸姜啊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柜枝啊 肉桂啊 当归鸭 当归鸭 当归鸭大家自己听 那当归本身就是温补的 这个就是温补 这个就是温补 那么有亲补的 那义竹啊 那我们现在竹笋有没有 我们在餐厅有竹笋啊 那一类的 还有我们这个半尖笋 大家知道是什么 金囊金 对不对 那还有现在甘蔗那个 嫩的 嫩的 那个本来炒 很好吃 打汤也很好吃 这个都是最无利 甘蔗 甘蔗 嫩嫩嫩的 最后 它不是抽出来 是嫩 嫩一叶子 还没有长叶子 嫩嫩的 那个就把它摘下来 那个 红烧很好吃 清草很好吃 打汤很好吃 那冰囊金呢 冰囊金就是半天笋 那个打汤很好吃 所以那个就是清 菊花 冬瓜 绿豆 这个全部都是最清补 那么滋补的话 刚刚的鳖角就是滋补 那润补的话 背母啊 水沙参 这个都是最润补的 有润滑作用的 啊 那么治疗的话 是直接间接 所以 各 治疗各种疾病 其中又有结表 那生姜就是结表了啊 啊 清热 清热的话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啊 这个当夜菊花 这个都是属于麦冬 这些都是属于清热的啦 止咳 啊 背母啦 结梗啦 啊 这个 这个麦冬啦 尽管 尽人 尽人 尽人是尽管的嘛 火血化医 啊 川姬 这个川姬有人也来炖猪肉啊 很多小朋友发育不好 很多 妈妈喔 她会 诶 用点这个川姬炖 或者是川姬找一找 因为川姬她跟人生同科的啊 她跟人生同科都是五家科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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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吧 小朋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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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叶 它就是化芋的 荷叶 它还可以治水脑震 莲藕 我自己 这个到处介绍这个莲藕 所以害得莲藕现在已经长到一百多块了 已经长到一百多块了 莲藕你可以炖汤 莲藕你可以榨汁 打莲藕汁 打莲藕汁你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皮都不要削 你就把它刷 刷干净以后 这个结跟结之间不是有那个 你把它切开 切开莲藕里面是一孔一孔的 那你对着水龙口一冲 干净 本身就干净 然后你就煮一锅水 你把那个莲藕丢在开水里面 烫一分钟就好 烫了以后你捞起来 切薄薄的 切薄薄的就丢在果汁机里面 然后加冷开水 打 打了以后因为它有 它有扎 你就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 你要加冰糖也可以 你不加冰糖你就加什么 加杏仁酸 加杏仁酸后就等于我们有点像 勾芡的那个味道 甜甜的 稠稠的 又有杏仁的芳香的味道 哇 真是 这个 等一下又 海分煎美味 海分煎美味 有一个老太太 去年的延夜八号 在中央日报的大礼堂大会议 跟我在延前 那天演讲的时候我就介绍 我说这个 它是我们血管的风润 它专门把我们血管的那个沉淀的东西 紫菜的东西 把它清除掉 把它融解掉 好 结果它冻风以后 耳朵听不到了 耳朵听不到了 那么它大概一月八号清了以后 他跟他老师老师先生一起来 那么到三月不晓得 我要看 三月几号 他就打电话 他说 我接 这个听到你的介绍说 喝这个莲藕汁以后 我现在的耳朵可能冻风听不过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回复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它是我们血管的功能 我们的血管 就跟我们的排水管一样 你看你的金膀子 用不到三五年 你厨房的血管 也不挺太强 你看 那我们用到五十年六十年 那个血管是不是多少一定会有沉淀物 会有死灾的现象 你感觉到这里麻麻的 那就表示疲惨怎么样的 当然 一定有死灾现象 所以疲惨怎么是僵硬的 这个一定是牛奶有问题 好 它一方面它柔软 柔软这个血管 一方面专门清除血管的 那些肯定 我称它叫做血管的风味 不过下一回 又涨到一百万了 这个很伤脑型 真的 因为你现在知道 现在社会 社会 对任何的这种所谓的养生 保健 治疗 都趋之若鹜 所以每次演讲都是 都是爆满的 每次到任何地方演讲 都很多人 像我到文德国家 两百多个妈妈 我到国语日报的废词妈妈 这有五百多个妈妈 哇不得了 下死人 他们就 现在以后就很受用啊 所以就回去就可以做 那你联合可以凉拌 这个处理的方式跟前面一样 但是 你后段 你缩根薄片 你一定要加一点酥 加一点姜汁 然后放一点点冰糖 加醋以后 它就脆 所有的便本 你加上醋以后 因为刚刚讲酸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啊 有收斂的作用 有收斂的作用以后 你马铃薯 你切好以后 你切好 切好片 或者切好汁 或者刷姜 你倒一盆水 你这个马铃薯就在那边 然后倒一点白素进去 等一下你在锅里面 因为他做一下他就黏住 刷刷刷刷 他就不会沾锅 那联合也是这样 你倒一点点处理 马上他脚主要脆脆的 好 烫过也烫一下这样 那个如果凉拌的话 就烫个时间久一点 烫个两分半钟三分钟 然后你这样来吃 下酒好 专门又可以解决的 我看时间 已经也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 这个剩下的留在下次 再来给大家报告 其实这里边大概多 我们都讲过了 第二讲里边 在第一讲跟今天 每天几乎都提到了 那最后就剩下 这个常用方计的介绍 我们下期再解释 lists 有麽 我们下期 然后再夹 感谢观看